香港人對民族樂器的認識比較少 我覺得我經常在街上玩 咦?這個是什麼? 其實我去到台灣、日本 不覺得是什麼特別的 我在音樂節目見到一隊樂隊 在玩這個樂器覺得很有趣 開始做研究看看這是什麼 我之後就問了身邊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剛好有一個俄羅斯那邊的朋友 問他你知不知道樂器是什麼 聊天一聊 這個樂器在我們國家是很盛行的 我自己的民族做這個是很有名的 之後就托他幫我買這個回來 就開始去摸一下怎麼玩 其實大家日常生活一定有接觸過 那些五至七十年代的卡通片 當時我們是沒有電腦做聲的 其實就是用這個口言遊戲去做聲 就是可能卡通人馬在跳 就可以做個聲音出來 例如這樣 口言會因為它的體積和尺寸會影響到聲音 如果我們用一些比較大件的 出來的聲音會比較低音 它出來的聲音都會偏向尺寸 這樣細件相對就一定高音一點 可能試一下這個 這個比較細件 這樣每個都會有自己的特色 這樣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南印度那邊的口言 它們會比較特別一點 有一支柄在它的尾端伸出來 它們呢 這個其實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大尺寸和小尺寸出來的音都會比較高 這支是日本那邊的北海道原住民 它們的口言 這個就會比較難玩 可以拉繩地做個聲音出來 在亞太區口言這個樂器就會比較多 歐美地區也會有 但是歐美地區 它們是以前成吉思汗的時候 就帶了這個樂器過去 所以你看到每個地方 它們玩口言 都會有它們自己的特色 和形狀上都有些不同 如果你說印度 它們會唱拍子來玩 剛剛我說的我朋友俄羅斯那邊 它們是一個叫阿富特的族 它們是用來制製神明那時候用的 其實它這個樂器呢 是我們日常生活都用的 它好像說話一樣 大家看下去我玩 以為是我用呼吸來吹 去做一些聲音 不是我類似說話 但是它代替了聲帶的震盪 可能我說大家好 它可以出來的 我唯一說 最後一句就是 My name is Chor, I'm playing the mouth-up 其實以前中國明朝的時候 就說過政府打壓人民 人民就想反他 當時他們不讓人說話 全部人民不讓你溝通 我們夫妻也不讓你溝通 當時他們就用口言 當作玩樂器 和大家溝通 他們會傳遞一些訊息 你接下來要怎樣和政府對抗 我覺得香港人太速食了 他們見到新奇有趣的東西就會很想玩 一玩就通街都是 其實大家接觸到都是好事 但不要當它是一個玩具 好像之前Yukalini流行的一陣子 整街都是 之後一聲就會失蹤 希望大家多了解樂器的歷史 了解放 敵霍霍霍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